地球上有一些神奇的生物,这些生物让人感到震惊,这些生物到底是什么呢? 有一些科学家,他们甚至怀疑这些生物可能并不属于地球,而是一些来自外星的产物。 本期视频探讨话题,不属于这个星球令人震惊的生物。 静止不动的鱼,在海洋深处生活着一种静止不动的鱼,这种鱼非常善于伪装自己, 它们可以趴在海底移动不动,只有猎物到来的时候,它们才会出发。 青蛙,如果不仔细观察,根本看不到它们的存在,这种鱼的眼睛长在脑袋的上方,看上去非常的可爱和呆萌。 长嘴鳄鱼,在淡水和流域生活着一种长嘴鳄鱼,这种鳄鱼的嘴巴非常长, 这是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善于捕食鱼类的鱼,它们不会吃捕乳动物,而是会捕食一些生活在水里的鱼, 它们的游泳速度也非常的快,是一种让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存在。 青蛙,在热带雨林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青蛙,这种青蛙具有高超的伪装能力, 它们的皮肤上面有一些毒刺,如果不小心触碰到这些毒刺,就可能会患上非常严重的皮肤病。 白色飞蛾,有一种飞蛾,这种飞蛾身体上面覆盖着一些白色的绒毛, 它们有两个眉毛,这两个眉毛的颜色是黑色的,看上去有一些吓人, 很多人会以为这种飞蛾是一种魔鬼般的存在,但其实这只是它们伪装自己的方式罢了。 深海鲨鱼,在深海中有一种可怕的鲨鱼,这种鲨鱼眼神冰冷,看上去冷酷无情, 人们认为这个鲨鱼一个活脱脱的杀人机器,它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, 直到上个世纪,人们才首次发现了这种生活在深海里的鲨鱼。 蜘蛛,在洞穴里生活着一种神奇的蜘蛛,这种蜘蛛的体型特别的大, 它们的爬行速度非常的快,喜欢生活在一万潮湿的地方, 很多人都觉得这种生物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存在。 两栖类动物,有一位科学,它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种神奇的青蛙, 这种青蛙,又像青蛙又像是鱼,是一种非常神秘的两栖类动物, 它们的游泳速度非常快,能够在水中自由地穿梭。 蜘蛛,有一种蜘蛛,这种蜘蛛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中, 这是一只会跳舞的蜘蛛,每年的繁殖期,雄性蜘蛛就会开始跳舞, 它们会展现自己最强壮的触手,只有跳舞姿势最优雅的蜘蛛, 才可以获得优先的交配权。 管状生物,在海洋深处生活着一种管状的生物, 这种生物看上去就像是珊瑚一样,但其实它们是活着的软体类生物, 这种生物依靠触须来过滤海水中的浮游生物。